3個鐘產檔 今天又說說投資 由公用股開始 雖然我不是公用股的超級粉絲 但都追過一下煤氣 我還記得我剛剛第一次買股票 十幾年前 那時候買煤氣 我記得是17元 去到今時今日雖然是17元 但其實他應該增值了不止一個雙倍 又送股又送息 我真的很幸運 派息前一個個多月 去到16元多的時候 我又重新買煤氣 最高升到19元 然後19元之後 現在一跌就跌回15元多 又不可以說虧 但就打回和 如果你扣回息或者股 這就牽涉到我們一路 之前其實也有提過 由這個電力公司 當時我們講法營景 然後去到現在的煤氣 然後再由這個領展 原本說催會過100元 現在又退到只有80元左右 公用股的神話開始崩潰 那你首先怎樣看投資公用股的概念 或者看想法呢 我首先講一些經濟的角度 然後再交給大師 那其實公用股 大家覺得它派息穩定 收入穩定 就是因為它很多時候 它有個壟斷性 因為它受到監管 變成它們的收入來源 就比較是預測之中 這樣可以讓人們 穩陣的收入 拿來退休 拿著這些收入性 因為覺得公用股 有什麼風險呢 就是好像大富翁那樣 你去到公用股 你不用買 你買了之後 你總之就保持平均 它不會多 但會穩定 是的 就是這樣的 傳統這個說法 是錯不完的 尤其是世界沒有那麼國際化 很多公司沒有那麼國際化的時候 我講回之前的例子 就是中電的例子 發營景的例子 中電的例子 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這些公司到它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可能會是遍佈世界 都有不同的生意的時候 大家認識中電 覺得中電就是香港的 是的 我們香港的 簽的管制條例 那個規定 就是利潤管制條例 或者是 中文名字 確保它有幾百個百個百分之 九個百分之的利潤回報 那這些可能是十年才會 十五年 五年一次 中期檢討 中期檢討沒有什麼 一定是十年才會 但你會發覺之前那兩次的檢討 都是讓步很少 就是中電對政府的讓步 所以更加是令到信心 就算談又如何 難道你的股票減至5% 是的 都是逐步調整的 由我記憶當中是雙位數字 跌到9.99 再跌到8%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的通脹都是一直跌下去的 所以其實表面上是跌 實際上都是跟香港的通脹 一直平衡下去的 是的 所以大家很有信心 以為這些是很穩陣的生意 但是就是個別生意 電力公司也好 煤氣公司也好 其實它過去幾十年的時候 很多已經不只是做香港生意 變成大家比較熟悉去留意 香港的監管狀況 又或者香港的政治環境 相對比較穩定的時候 都是那些人的時候 可能10年15年談一次的時候 都是循序漸進 不會給大家很多意外 不會突然說 一入競爭 不只是這兩間 可能放寬了所有一入競爭 之餘此類的事情 雖然它有這些 世界變得很快的時候 但是很多行業 你說20年前30年前 誰做地產最擅長的 可能幾十年會變了 但是這些做公用的話 就相當香港比較穩陣 但是當這些生意 它們都是做公用生意 但是去做不同地方的公用生意的時候 譬如中電 大家記憶猶身就 原來它在澳洲有這麼多投資 電能或者是廣燈 不要只說中電 原來它在英國有這麼多生意 那些地方如果有脫歐 如果是澳洲的話 它的政策又改變了的時候 那這樣東西 香港的投資者 是不是跟這麼快呢 就是會這麼熟悉 它們的變化是怎樣的 煤氣出事都沒有人知道 原來就是中國大輪業務 就是急速外輸 是的 煤氣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它很多業務都在內地 變成我們傳統去看這些生意的時候 覺得我們就算香港自己本身 監管的機制是相對穩定的時候 你在不同的地方開一些新的業務的時候 它們是否這麼容易去跟那邊談呢 又或者是當那邊 我們是否這麼容易聞得到 一群投資者 是否這麼容易聞得到 那邊監管的風向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風險 是比以前是多了的 我很同意你 關於國際辦的那個 就是每一種股票都有特色 為什麼我們要投資公共股呢 投資股票其實有一種很 基本的分別 就是你必須不需要想 投資公共股就是因為我不需要用腦 我要用腦 我為什麼要投資公共股呢 很多股票可以投資 所以首先我們投資公共股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有一些可以很passive 而是賣 每晚買都會贏錢的一個股票 所以那個就是投資公共股 但是公共股是否贏定呢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很善亡 只記得買中了那個 忘記買差了 香港電訊算不算公共股呢 但是我覺得比李澤街收購之前都算是公共股 他買了之後變成爆炸 中巴算不算公共股呢 都算的 如果定義公共服務 對 以前中巴可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買中長渣公共股 是很高的 為什麼大家就忘記了 但是公共股有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就是雖然有很多懶惰 但是如果你理論上都和經濟不會相差太遠 因為你理論上開了地鐵 你中巴的時候的狀況就會什麼 中巴狀況或者九巴狀況就會比較沒有那麼高 當然你都可以事先知道一些東西 但是 在投資公共股當然會遇到一個 你講的問題 但是其實香港之所以公共股是可以的話 或者地方公共股是可以的話 它有幾個基本因素 是一定會符合的 第一個就是那個地方是要高速發展 如果那個地方不發展 那大家都沒有錢 所以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那樣東西是很基本的 第二就是它人口是急劇增加 那國用股股一定有好處 就是你的growth究竟有多快 或者可能雖然你的人口急劇增加國家 或者可能你知那個城市 人口急劇增加是城市化的 你都會令到那個利潤是大幅提升 因為它沒有競爭 相對 所以就隨著市場大的話 它就是按比例自然會大 沒錯 所以你究竟會不會成立 其實在全世界來講 因為香港其實給很大的buffer 公共股賺錢 在全世界來講 很多公共股股都虧了 很多公共公司都虧了 但是為什麼香港會不會有這麼大的buffer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香港人很多時候是很天真 就是投資對於這個世界 就是你經常希望有A有B 而A和B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香港的公共股那麼賺錢 就是因為它給了很大的buffer 就是說我們香港的電力供應 不像台灣 不像其他地方 是不穩定的 於是你就是很大buffer 就是很多很充沛的供應 於是你實在貴 如果你便宜的話 你不可以又便宜又好的 那樣東西沒有辦法 當然是可以又貴又壞 但是就不可以又便宜又好的 那樣東西大家 那個 你公共股能夠很賺錢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大家被放多了 那你就很大buffer 於是你容許了它有很高的利潤 然後提供了很穩定的服務 我們必須要知道 那個其實是一個社會的損失 當然大家亦都很明顯 但是當然如果你的社會 不想受這個損失 大家給予一些合理的價錢 你就必然會有一件事 就是你有機會會 好像其他外國那樣 因為外國缺電是很平常的 缺電缺什麼是很平常的 所以我們就要付出一個損失 就是我們參考外國或者香港的例子 其實公用股在香港的經濟放緩 大家就一定不捨得 一定會減掉它 一定會減掉它的利潤 那未在外國做得不好 但是公用股 我在我的角度看 有很多那些反政府 或者那些反社會人 這個叫官商勾結股 因為我們很相信香港 有官商勾結 我當然是選擇一些官商勾結的股票 做對沖 這個也是我們很出名的 有一位經濟學界的股評人 經常都說這件事 他說港燈 經常都這麼好 我們就買回港燈股票 對沖 但是他 你說港燈本利 對沖 對沖 你真是厲害 我們今天的特劇 會不會開密嗎 沒有所謂 我覺得他選擇 我不怕說 我覺得他的定位很好 他做得好是讚他 他專門去研究公用股 看到香港市場人口老化 很多人是 看到這個利潤管制計劃 有很多錢 他本身是對善力市場 是有一定的認識 做過很多研究 他在理工的時候 理工那時候 當年真的叫理工 還沒有轉理大的時候 所以他之後去研究這些股票 知道香港有一堆 喜歡聽聽專家 或者財影意見的人 是想相對找一些穩定 修飾 然後做一些研究 那些研究是否重要 不要緊 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他有一段時間 前幾年 好像特別是公用股 相對那時候市場 不是特別差的時候 但是他的公用股 好像跑人大市 反而現在開支經濟不好的時候 通常傳統的概念 就是公用股是避險的 但是為什麼 現在都身處這個風險 是啊 就是為什麼 如果我們看Time Series 為什麼早幾年的時候 買的公用股好像很便宜 所以這個牽涉到我未見 到現在真的危險的時候 官商勾結之後 他的服務質素一定好 因為他的利潤不乏大 當然是有條件做得好 其實我某程度上有一個推論 因為他在香港做得好 外國的公司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的公用事業 好像這麼差勢 就邀請你去外國做 結果地鐵也是 我們剛才說的煤氣也是 陸續續去不同地區擴張 結果之前我說的那種避險作用就沒有了 因為你去到海外市場 你就不是一個官商勾結的市場 你去到海外市場 那個情況跟香港就完全不同 未必會有利潤保障計劃之類的事情 你發到這麼大 其實之前周天大師都說過 你去到地鐵的管理人員 就去到外國 那你就拘捕了 那些人 你還有很多人 濫如充數 我想還有一個就是 你在外國 香港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那個 避險就沒有了 Buffer和避險的概念 都沒有了 還有股票的時候 都是炒什麼 都是炒期望 大家覺得你做得好的時候 價格高了的時候 你下來也很正常 但是我也這麼說 炒股票 如果是做公用股的話 不要一年半載就爬爬 這種的投資 你不是看短的 你不是看短的 而且如果你一年半載 那樣東西 你不是炒一個細價股 細價股不同 細價股可能 幾天地死了 已經添回地方 已經掛了 但問題是公用股 你都是長期投資的 長期投資的 你跌少少 或者在短時間下降 那你就買多些 就是價錢 我不是叫你買多些 但理論上 香港連什麼長期投資 全部都是短線去炒的 那你肯定不會 整個策略 和你的 基本策略 和你的戰術 已經錯了 首先 我們現在已經不把公用股 當作公用股 這樣炒 那你就不能夠 奢求公用股 會發揮公用股的作用 其實就是這樣 我覺得 你是不是想說 我最主要就是 現在 所以你說公用股 我印象中不會跌超過兩成 你怎麼跌兩成 公用公司 無端端的資產 就沒有了兩成 現在領展就跌兩成 給你看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為何領展會升到100元 就是因為你們有炒高 領展不是公用股 是官商勾結股 對 或者高息股 對 這個我想就是 最後我想講一講 究竟 在裁券界裏面 公用股的KOL 究竟發揮的作用 你覺得 他有沒有說得到 預視得到 這個跌市會是跌那麼多 這些高息股 你說些KOL 沒有跟 因為通常他們都說 現在高了那麼多 你是時候要放那麼多 理論上都有 但是我不知道 是否所有KOL都有說這件事 因為很明顯之前 就是股值高了 你如果是作為一個避險 或者你是作為退休 你就應該要叫別人退回 這些留待聽眾自己 印證 好 這集就到這裡